2024年9月23日 荷兰龙泉大碑寺迎来了一场别具意义的祈福演出 中国著名禅宗敬会广旋交响乐团的首次欧洲时程公益巡演 在荷兰的唯一一场演出 此次盛会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荷兰桥界的领导 全和华人社团联合会黄麒麟主席 联合会执行主席孔海峰先生 欧洲荷兰桥界妇女联盟主席熊国秀女士 荷兰龙泉大碑寺的创始人胡志光老乔领 现任荷兰龙泉大碑寺的老乔领纪曾斌主管 瑞兰教育基金会于桂莲会长 荷兰中国贸易经济贸易促进会徐海燕会长 荷兰华人总会执行会长林峰先生 艺术界的大咖佛教信徒 以及来自北京和荷兰各地的民众 齐聚一堂场面庄严而热烈 共同见证了这场独特的音乐盛典 荷兰侨领们的出席 彰显了桥界对中和文化交流 与世界和平的关注与支持 许多桥界代表 对这场结合了禅宗修行 与音乐艺术的演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们感受到海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 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洗礼 为演出的艺术水准与文化价值点赞 这场演出背后 离不开欧洲荷兰桥界妇女联盟主席 熊国秀女士的积极推动与不懈努力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仅仅几天时间 熊国秀主席在活动的筹备 联络及协调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熊国秀主席的组织才能和领导力 使得这场充满谗意与和平氛围的演出 可以圆满成功 熊国秀主席于2007年 荣获荷兰皇家骑士勋章 长期以来 一直致力于推动中 和两国文化交流与侨界福祉 此次敬惠广玄交响乐团的 荷兰祈福演出 正是他与团队多年努力的成果之一 在活动的筹办过程中 熊国秀主席不仅积极联系乐团 和荷兰龙泉大碑寺 还协调了当地的文化 宗教及侨界人士参与这一盛事 他表示 这场演出 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更是一次跨文化的和平交流 因此全力确保 每一个细节都得到精心安排 他通过与乐团和寺庙的紧密合作 让更多人了解 东方文化中的和平与慈悲理念 促进了中和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 熊国秀主席特别强调 通过这样的文化活动 能够增强荷兰桥界的凝聚力 今天我们聚集在此 不仅是聆听音乐的洗礼 更是为世界和平 生态环境保护 和人类友谊 共同祈愿 这场演出 也象征着我们侨界 对全球和平与和谐的共同追求 也彰显了 侨界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与世界和平事业中的独特价值 熊国秀主席 并特别感谢法国有关文化联谊会文会长 敬会交响乐团法师们 及全体成员的信任 感谢胡志光老先生 佛堂纪增宾主管 联合会黄麒麟主席 及佛堂所有义工 感谢所有来观看的 《侨界友人》和《荷兰友人》 还有嘉宾 我是欧洲荷兰桥界妇女联盟 以及荷兰中国商务文化教育处境会会长 熊国秀 非常荣幸受中国佛教 敬会广玄交响乐团 以及法国彭会长的委托 让我组织在荷兰的一场演出 非常感谢交响乐团这么信任我 我们在荷兰也有很多华人是信佛的 推广到荷兰作为首次在荷兰的演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光荣和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他们用音乐向世界表达爱 表演的是世界名曲 还有中国的名曲 特别对于很多老华侨或者新侨 接触中国的这些名歌 用这种音乐来给自己精神的陶冶 义工们都很给力 他们就井井有条的把这些工作都布置好了 那我也觉得很开心 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 我们中国人还有在海外全世界的华人华侨 都是爱好和平的 这个佛教交响乐团用音乐去传播世界和平 为世界和平 敬奋勉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是来自马达加斯加 敬会广旋交响乐团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龙泉大碑寺 进行音乐祈福法会 因为在当今时代的发展 师傅以音乐弘法来替代传统的打坐参禅 用音乐这种无声的语言 和世界各国人民交朋友 能够为世界和平 为生态环保 为人类有益而服务 希望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有缘人 都能感受到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之美 我是全海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樊麒麟 佛教是象征着团结 有情有爱 世界和平是我们海外华人的 最大宣愿 祝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我是福志光 是这个大碑寺超此人之一 我接我们龙泉大碑寺明年十九年了 有这样大的活动 才是第一次 他们到来对我们 这个洪洋福教文化又很大的好奇 我们感到很高兴 这次这么大的教宣团来到河南 来到我们龙泉大碑寺 我们感到非常的勇幸 这是对我们宣传和弘扬 福教的精神是值得点赞 我们福教的一种文化的体现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很惊喜 很多巨师来这里 到我们这里现场 此次巡演的亮点之一 便是乐团 树药与联合国教课文组织 巴黎总部大会堂 进行的环保题材 合唱交响曲 地球家园 欧洲首演 传递了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关注 敬会广宣交响乐团 通过此次欧洲实诚巡演 致力于宣传东方文化中的 和平理念和修身之道 音乐作为最具穿透力的艺术形式 在这一系列演出中 成为了僧人与世人沟通的桥梁 敬会广宣交响乐团的欧洲巡演 荷兰是欧洲十多个国家 巡会演出第二站 他们打破了传统僧人形象 与艺术界限的固有观念 展示了修行与艺术 可以在极高的层面上融合 通过音乐与禅修的结合 弘扬东方文化中的和平理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敬会广宣交响乐团 是历史上第一支全由僧人组成的交响乐团 其成员即为出家修行之人 乐团的每一位成员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音乐 而其中许多人 甚至是在成年之后 才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理论 此交响乐团 曾经受邀前往美国洛杉矶 印度 尼泊尔 毛里求斯 中国香港 以及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音乐会 并取得了重大成功 同时还在斯里兰卡的国际合唱节上 获得了两金一银的好成绩 并在去年参加美国延湖城 爱达河合唱节上 取得优异成绩 音乐的旋律 与禅艺的氛围交织在一起 给所有在场观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终不乏第一次接触 禅宗音乐的听众 尽管文化背景各异 观众们在音乐与禅艺的融合中 感受到了心灵的平静与力量 让所有人在音乐与强调 它规刺着我深刻的感受 敬惠广玺交响乐团 通过音乐传播和平 慈悲与环境保护的理念 希望将东方禅宗文化中的修身理念 传播给更多的西方观众 激励人们用心灵的音乐 共建一个更加和平美丽的未来 向世界展示出 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和谐与包容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